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吴不时清天高皇帝后 为见月寒日暖来见人寿 这是有关人寿命的一首古诗 接着这首古诗呢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首相当中 这个棺材文跟寿命有关系 棺材文呢是在这个小鱼记 内侧从生命线斜向小纸下方的长方形 这种格型的纹路 古书记载啊 这种纹路出现的时候啊 表示大难临头 人要死了进了棺材 故称之为棺材文 从命相学上来说呢 掌上出现棺材文是打凶之想 为了解释这个棺材文的奥秘啊 进一步进行大量的调查后发现了 当患急腹症的时候 急性蓝尾炎呢 这个疏染管外孕呢 这个肠梗色啊 包括急性的一些 这个腹膜炎等症状 都可以在手上看到这种纹路 而这些急性症呢 急腹症呢 古人几乎是无法医治的 同时也是古代发病率比较高 死亡率很高的疾病 一旦患病就会死 古人观察这种纹路 跟死亡密切相关 所以说搞不清楚什么叫这个这种纹路 因此呢 洗名为棺材文 已是危险 急腹症通过治疗之后呢 掌部这种纹路啊 就会留下棺材文 当治疗好了之后 转化为慢性急腹症 慢性这个腹膜炎或者是胃病的话 这个手术后留下的一些 这个后遗症的话 那么这个呢 是在恢复和健康当中 所以说这种纹路呢 会随之而消失 这种格型的纹路呢 是位于这个智慧线和生命线之间 这种纹路 是大胸之相 但是呢 对于现代的意义来讲啊 并没有那么重 只是说首先呢 我们先出现这种纹路之后呢 我们先要去这个节制一下 平常喝酒应酬抽烟 各种对胃部伤害 有非常大的这些 这个非常大的这种恶习啊 就要改一改了 就要懂得去节制了 但是相不独论啊 这个手相面相 这些急胸的这些征兆啊 一定要结合其他的纹路 包括你的面相和你的八字 一起来看 所以说这个棺材纹呢 就是这么一个寓意 当然这个一定要区分呢 跟这个大型的这个 叫什么来着 方块的这种纹路啊 这个叫印章纹啊 这种纹路呢 是跟功名利禄有关系啊 一个是正方形 一个是长方形啊 这个通常棺材纹一般呢 是出现在生命线和智慧线之间啊 这个就要去注意这个区分啊 好了 有关这个棺材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相 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